這個最高級漁獲 口感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那你咬下去它就晃起來了 我覺得是滿彈雅的 如果坐在裡面 會覺得是在東區那種進化的地段 那種高級漁獲的感覺 進去搭配雞蛋糕 就是有雞蛋糕 把那個雞蛋糕把它抹開 那個卡住卡就爆出來 它這個最大的賣點就是 它這個有露天的一個浴缸 可以看著外面的海景 這邊就像是晚上泡的 就來看自己 Oh my god 我們終於來到花蓮了 什麼花蓮 花蓮 請問它是要去哪 請問我去看它後方回來 太美了 太美了吧這個 超級美的 你看有山啊 又有海 整個藍藍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在這邊開場嗎 因為在我們左手邊的海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漂浮的東西 你說遠遠的那個橋在上面 這邊就是 東艙定製漁場 定製漁場是什麼 定製漁場就是它在海上 用一個漁場 然後有點像是用一個網子 把那邊區域圍起來 然後讓這邊的魚呢 經過這邊 可以不小心跑到網子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捕撈它 這是一個相對 比較環保的一個做法 這些漁民呢必須對 這些魚的回憶有的一個喜性 非常了解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吃的這個火鍋店 就是用這裡 東艙定製漁場裡面 捂起來的魚去做成火鍋 你說現抓然後做火鍋 對…沒錯 所以是非常新鮮的好不好 今天呢 我們要去吃了嗎 很餓是不是 好啦 go 馬上吃 吃什麼 我們過去啦 好 我們現在已經 進來做定位在魚場 國務三大陸 它主要分成三個等級的 第一個是鮮魚魚貨 然後第二個是好魚貨 第三個是最高魚貨 然後它每天都會 看定製漁場那邊 捕撈上來的是 什麼等級 要去區分 今天剛好捕撈的等級呢 是最高魚貨 就點最高魚貨來吃吃它 這邊用的食材都很在麗 像是它的豬呢 就是用鱿魚的麵針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的吃這樣 那我們今天呢就點一個最高魚貨好不好 然後再點個片盤 然後再點個鮮魚貨這樣 那我們就等我們的主持上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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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你們進來 發現它地上全部都是菇 石頭 它海邊 應該是牛飯 泡泡泡泡泡的 然後外面炸得很酥 好餓喔 好餓喔 現在我等一下的主持在 哇 哇 好吃喔 魚的 魚都上來了 因為我們點了那個拼盤 然後它的兩個魚是一樣的 這個是牛港生 然後最高級的是定點桿 它這邊的糖呢 都是用中部柴魚糖 就是比較清淡一點 那主要就是要讓客人可以吃到那個魚的原味 我們先來吃那個牛港生 開動 我覺得這蠻彈牙的 而且不會 不會 好吃啊 那我再幫你煮一個定點桿 那個最高級魚果 而且他剛剛說 因為它是現老舌 所以其實它就是新鮮的魚 就沒有冷凍的處理 我覺得是神而甜 然後我們先吃的部分是定點桿 它的肺部 好 這個比較軟 有點接近鮪魚耶 就是口感跟剛剛完全不一樣 那你咬下去它就晃起來了 滿好吃喔 接下來 我們來試試看定點桿它的肺部 這個油脂味很豐富 就是吃木魚肚 我知道的好吃喔 再Q 它不會油到讓我覺得很惹心 它是有帶一點點魚油 然後它的整個菜盤 給的我覺得還算豐盛 然後擺盤也很漂亮 它這裡有九成的食材呢 都是用在地的食材 他們今天的食材裡面 有吉安赤寶 第一個是芋頭 它是檳榔青芋 然後另外有韭菜 韭菜的話很特別喔 是我們的醬料裡面 然後跟吉安的米 然後還有龍鬚菜 吉安米好吃喔 非常好吃喔 然後我們有點了一個海鮮拼盤 它有蝦子啊 蛤蜊啊 脫臭 剛上來的時候 用整個籃子裝我下豆腐 太多了吧 下面都是石頭擺盤 你們這邊營業時間是幾天到幾天啊 好 好 那我們就繼續品嘗 那等一下如果有什麼新發現的話 再跟大家分享 這是稍微甜點 綠豆撒豆腐 它杯子還有一個小魚 超可愛的 再吃完火鍋 來個冰冰涼涼甜點 好開心 好特別喔 它打得很綿密很細 蠻細那種 那我們吃一吃 待會兒再看有什麼地方 可以去好吃好玩了吧 拜拜 哇你看 畫面這個海景 超可愛 可以上咖啡 這是享受人生嘛 對不對 對對對 整天我們這樣玩下來啊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雖然它就只有 算是三間小店 下面有那個賣冰淇淋的 但是因為它說家裡才有 然後我們剛剛 剛好巧遇了這裡的設計師 他就跟我說 看到我們來這邊拍攝 然後幫他們宣傳 他們很開心 他這裡很厲害的是 他有跟我提到說 其實他沒有投入什麼行銷 運算在上面 他就很認真的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開幕半年內喔 就達到單路過千人的油 哇很多耶 非常厲害 即使它目前只有三間的店面 可以讓你去拍照啊 吃東西啊 但是我覺得它是做到一個 拋磚引玉的動作 希望大家也可以回到花蓮 比如說小漁村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部落 讓地方發展去 讓舊東西有一個新的玩法 就是讓年輕人願意來這個地方 做觀光消費 促進地方的一個發展 我覺得是非常棒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什麼地方呢 我先賣個個關子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女生看了 哇很開心的地方 我們就馬上出發了 GO GO 是不是玩了一天 覺得很累想找地方休息一下了 真的累耶 這裡就是我剛剛不想透露的祕祕基地 就是我們今天要下榻的地方啦 那我剛剛已經check in了 我帶大家進去看看吧 走 GO 這裡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們有一個時光信箱 在這裡的住戶 旅客都可以跟他們要一張明信片 然後寄給未來的自己或朋友 譬如說你現在投到四月 那就是明年的四月幫你寄出去 很特別的巧思 然後像這邊就有一些 休息啊 用餐的區域啊 這邊呢 就有一些擦水 咖啡可以供旅客們去做使用 我們往上面走 這裡有一個小哥樓 就是可以讓你們在這邊休息 然後看看書的小小圖書館 整個設計啊 都是用一些幾何圖形 然後搭配那個清水模的概念 看起來就很欣賞 很適合玩了一整天 然後回來之後就找累了在這邊看看書 好那我們就去我們的房間囉 好 出發 哇這個店第一打開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海景耶 感覺明天早上起來會超級漂亮 對 然後我們住的是三菱物 超級無敵海景房 大家來的話第一搶先這間 欸他房間其實算 很舒適耶 蠻大的喔 對啊他電視超大 他女生的最愛 海森耶 然後床你看 一抬頭就可以看到外面有個山景有沒有 他的浴室好漂亮喔 是不是 他的最大的賣點就是他這個 有露天的一個浴缸 可以看著外面的海景 這點間房間沒有 天氣好的時候 晚上泡澡又會看清晰 那重點 這間有個私人的陽台 好棒喔 出去外面看看 哇塞 好棒喔 你看看這個 就拿著酒 在這邊聽海浪的聲音 海哭的聲音 海哭的聲音 我不要接我不要接我 可憐喔 你看後面是山景 前面是海景 好美喔 不想回台北了 你知道為什麼這裡叫賴蟲行旅嗎 因為想賴在這邊 你看我們今天一整天下來 我們去吃熱火鍋 吃熱甜點 然後還在海邊拍照 你不覺得這整個行程都有點文青的感覺 然後又住這個漂亮的間 房間 沒錯今天很圓滿 你來花蓮就照著這個走就對了 但今天應該不會只有這樣子吧 我們不去吃個晚餐什麼的嗎 好 既然你都開口了 我就帶你去吃晚餐 好耶